走進五平大的小套房實在有夠擠 連雙人床都要用折疊的方式收納 這裡頭甚至住了兩個人 23歲的沈志玉從屏東到台南工作 為了承租這間學生套房 甚至還得一口氣打兩份工 才有每個月三萬多的薪水 就是可能真的存不到什麼錢 對 因為還有交通啊 然後住 光是住宿就占太大部分了 租屋組苦日子沒盡頭 因為租金壓力實在太沉重 目前中央租金補貼分三等 台北給八千元 桃園台中五千元 台南高雄則是四千元 不過根據統計 台南租房占青年所得比例大約百分之二十 跟台中和桃園差不多 但偏偏中央核定租金補貼 卻差了一張藍色小朋友 加上市區的房子都會有管理費 然後他們的水費 電費都會另外寄又會更高 通常都希望是保水啦 那電費就是四塊 五塊可以的話 或者是依台電的帳單 就連自營業者麵攤老闆娘 在市區成租每個月八千塊的套房 就連麵店也是租來的 一個月基本開銷根本不敢想 別說買房就連乘租安身立命的房子 肩上扛的租金壓力只有更重沒有減輕 但怎麼中央就是看不見 環宇新聞陳妍威武